主要是依據這個土地增重條例第三條來規定辦理 那本次的法定程序辦理 我們是依照法定程序辦理這一次的會議 那所以我們前一次已經辦過第一次公聽會了 那今天是第二次公聽會 所以也是要進入這個我們剛剛前述所說明的 那也會再聽聽各位地主的一個意見 那本計畫是具有這個公益性必要性的 而且我們在序位的選擇上也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請各位地主能夠就是配合我們後續的一個用地取得的一個作業 那第四個部分呢是針對前一次的公聽會 然後各位地主提的一些意見 那因為意見應該都已經有真實韓文給各位地主了 那所以我就是比較簡略的帶過 那第一個部分是這個蓋房子的時候海沙屋的問題 那因為在新建大樓的時候其實都會做這個綠離子檢測 所以這個各位地主可以放心 那這個1坪換1.5坪等等這個問題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不動產未來其實它是受這個社會經濟的影響 那未來呢我們這個整體的不動產的建造成本 以及土地的價格還有產品規劃等等呢 還是需要等我們後續進行這個協議架構相關的一個作業完成之後 然後用地取得到這個本府的名下 然後我們會依照這個捷運局會依照這個大眾捷運法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等相關辦法來辦理 然後徵求這個投資人 那這個投資人他們未來我們會依照這個台北市 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轉換原則來辦理 所以投資人他是扣除了他的那個成本 那成本跟地價的部分怎麼算呢 那未來會請這個地價的部分 就是你整體開發道樓的一個市價 會委由這個不動產股價師來進行股價 那在成本的部分也會委由這個專業營建管理的廠商 來評估說這個成本是不是合理的 那當然這些相關程序都是非常公開透明的 那也去也需經過這個審議的 所以那之後審議通過之後再跟各位地主協議 達成協議之後才會進行這個土地開發 那各位地主才可以就是之後才可以 折價底付回去這個房地的一個價值 那第二個地主題的問題 那我依序大概簡單的說明 那希望能夠迅速完成這個連開案 那這個部分我們剛好提到 我們會先進行審議架構 那之後我們就會徵求這個投資人 然後剛剛第一個問題 其實我已經有大概陳述了 所以我們會依照剛剛所陳述的這個 相關規定來辦理後續的一個作業 那也希望各位地主能夠支持跟協助 那第二個部分是開發期中的這個中繼住宅部分 那因為依照剛剛那個土地協議架構優惠辦法 還有第三條第三項的規定 如果說在捷運通知拆遷建築改良物之後呢 土地所有權一個是放棄這個安置嘛 然後第二個是它如果有代替安置的一個補償措施的時候呢 它是不能就是沒有辦法提供這個安置的措施 因為它是有補償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先大致上說明 那在通風塑井的部分 因為我們其實這個通風井的設計 是符合這個捷運設施的相關規定 那如果未來目前的圖縮也是一個基本的設計階段 那如果未來投資人進來的時候 在整體考量下再來進行這個整體的設計 那這個會議是因為上次有地主提到啦 可不可以開那個福德街那邊的大門 那因為這個會議是我們是租用的 那松山商職這邊 學校這邊他們是說因為晚間的管理問題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開福德街的大門 所以各位地主比較辛苦一點 還是得就由現在的大門進出 好 那第三個問題是在興建之後的土地分配問題 那因為有提到就是之前地主有提到 就是室內坪數跟土地坪數的這個比例問題 那因為未來我們協議架構都是採市價來協議的嘛 那未來會請不動產部價師來進行考量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價格的部分是委由不動產部價師估價 然後也會提醒部價師這個部分希望能夠納入考量 那在第二個小題的部分 那因為地主是提到啦 就是說我之後可以分到比較大的房子 是這樣合理嗎 其實我們的所有相關規定 剛剛已經有說明了 我們未來就是開發後的大樓 那地主可以選擇就是參與我們的連開案 那未來經過這個權益分配 那也是需要顧價師跟營建管理的廠商 來評估這個成本跟未來的市價合不合理 然後之後才會有確定這個分配的比例嘛 那所以如果說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就是分回這個未來的房地價值呢 捷運局我們是以這個公平公正的一個方式來辦理 剛剛第一題其實都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 那有地主提到說這不能用協調的嗎 那因為我們這個程序的部分啦 我們是比較公開透明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以個人的協議方式來辦理 那九月的建價結果是否可以調整的部分 因為我們其實建價的部分也是委由不動產部價師 那在不管是用土地徵收的市價財務辦法 以及不動產技術規則來估價呢 其實都是一個公平公正的一個方式 所以做法是一致的 所以請各位地主可以放心 那在問題四的部分 其實就是有提到剛剛那個 就是前後土地的一個持分問題 然後還有通通豎競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已經 剛剛前面其實都已經有提到了 那再請各位地主參與這個簡報 那會議的部分 希望會議可以針對這個開會議題進行討論 那這一次我們因為依照法規的規定 我們會開兩次的這個公聽會 所以我們這兩次的公聽會 主要就是在針對這個捷運R03 捷運開發區的這個公益性 必要性、適當性跟合法性的部分 來進行說明 然後並聽聽就是各位地主的意見 所以我們這次兩次的會議的目的 其實是相同的 那有地主問說捷運什麼時候開工 我們預計是在今年的8月到10月之間 那當然前後排的土地監價部分 剛剛已經回答過 那請各位地主參與這個簡報 那第五位地主呢 他也是提到就是希望作業能夠公開透明 那也能夠希望能夠加速 那後排因為也是有這個 也是有提到這個土地持分不一致的問題 所以在前面的問題我都已經回答了 那所以再請各位地主參與簡報內容 那第六位地主呢 他有問說試算這個土地價格 跟是不是可以確定這個分配的比例 那因為我們必須先開完這兩次公聽會 那再依照這個就是之後的估價原則跟程序呢 都已經在簽報市府中了 所以要等相關的估價條件 跟估價基準確定之後 就可以委託這個不通產估價師來進行評估 那因為土地增重條例也有規定 101年已經改成用試價 來跟各位地主協議 那所以屆時就是 另外一個部分 剛剛提到是土地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在這個地上屋的部分 那這個同時我們會開始辦理這個查估的作業 那也請各位地主能夠與與配合 那等到前面講的這個估價作業完成之後 預定是105年的年底 或者是106年年初 來召開這個協議架構的會議 那本案捷運局原預定是在 本來是預定在520之前來召開 那因為地主的要求 所以我們改成今天 就是6月17號今天 來辦理這個第二次的公聽會說明 那這個部分其實第二個問題 剛剛前面是跟前面一樣的 那請各位地主參閱 那前一次議員的部分 議員有提到就是 如果說可不可以共同請議員 來聘請兩家的估價師 那因為這個未來捷運局 會委託不斷估估價師查估這個試價 至於實際的加速跟辦理的程序 會等這一次公聽會之後才能確定 然後之後再跟各位地主進行說明 那通通宿景的部分 剛剛已經有大約 那價格的部分 因為有地主提說 價格還沒確定 是不是不應該舉辦相關的會議 那所以我剛剛有提到 我們這兩次的公聽會 其實都是依照 土地徵徵徵條例第10條 還有土地徵徵條例施行細則的第10條來進行 就是你必須先跟各位地主說明 這個公益性、必要性、合法性跟釋法性的部分 所以就是我們一定會舉辦 這兩次的說明會之後 公聽會之後 那才會進行相關的 這個有關價格的 一個協議架構的會議 那在有地主提到 樓下住是否可以優先選擇 那出入口確定了嗎 等等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這個捷運連開的一個大樓 那是否可以 我們是沒有相關的規定說 可以原址原位的一個分配啦 那如果說 如果有兩個以上的地主 選擇相同的樓層虛位的時候 就以抽籤來決定 那出入口的設計 目前是一個基礎的一個設計 那未來如果投資者進來之後 再做一個整體的一個規劃之後 才能確定這樣 那在後有地主提到後面 那個八米的巷道部分 是不是可以納入 那因為八米的巷道部分 目前因為我們捷運開發區 它的都市計畫已經變更完成 那這個八米的巷道 並不在這個計畫區內 那第二個部分是 因為八米的巷道其實也不符合台北市的一個規定 就是它其實是不能做容積移轉的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在這個時間把它納入這個開發區的範圍內 那在議員上次有提到 找尋這個估價是辦理這個案子 所以議員有提到說 如果真的各位地主這個需求的話 他也可以就是協助各位地主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納入意見 那另外一個是張茂蘭議員的提議 就是因為R04站目前已經廢站 那希望能夠在松山商職這邊 再多設一個出入口 以及就是地下街等等的問題 那因為這個R03車站評估之後 地下通道主要是設在這個橫渡線的結構上 那松山加商這個出入口的部分 是利用這個復舊的人行道來進行配置 那因為地下連通道比較長 而且也比較狹窄 那所需的經費其實是比較高的 那所以評估之後 目前是沒有一個比較實質的一個效益 那未來當然就是整體規劃之後 再考量這個方便性 我們可以配合就是地面通行空間的一個 以及就是街駁公車的一個設施等等 來提供這個松山商職 林口街附近的居民 以及學生來搭乘這個捷運的一個便利系 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因為是有關於這個地質的部分 所以我們請到這個系社的規劃單位 來進行向各位地主進行說明 那這邊就是問題第十二嘛 那就是之前有提到說就是中央基地道說呢 那他所特刊第十號就是王潛營認為台北斷層的走向並非為完全一直線 那是遊玩區的 那新一計劃區所需的那個斷層呢是破碎的 那地質學家許鐵梁呢他將台北斷層呢在1984年歸類為活動萬塵 及客人活動萬塵 那因為呢他認為在斷層的山地與松基的平原交界處呢是明顯的一個斷層的縣這樣子 那第二個呢是在林朝中及李警發這兩位所葬耶 他是說在依據這個吳大名的歷史根據記載在1694年曾經有發生過6.4的地震 對那還有相關的一些資料證據這樣子 那認為呢在台北斷層也是一個活動萬塵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在葉益雄呢是根據地震的觀測那發現台北斷層呢 即興天斷層有一些小地震的發生這樣子 那這之前呢有說就是說20年前R03環環沒有通過 那是地質的問題 那後來為什麼會造成就是說台北斷層不是活動斷層已經移出就帶過了 那等一下會結束會結束一下 那R03這邊呢地層因為鬆軟了開發施工動作 力道較大然後照比較大的震動引起聚焦的搖晃 那有一些安全的一些疑問這樣子 那再來是R03車站的天生條件比較差這樣子 那有說到什麼像中和線啊等等等 在還有一些經美層 歷史層 他說這邊呢他的歷史層 他的那個支撐力比較強 那說你在那兒破水帶RQ力比較低這樣子 所以認為有一些疑慮這樣子 那提到說這是206層南台大地震 而活動斷層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那就有一些有關就是活動斷層 與非活動斷層的一些疑慮這樣子 那認為說斷層是容易發生地層的地方 只要是斷層的土壤這樣熱不夠 那是地質脆弱的地方 那第五點就是說台北斷層和青天斷層 今天山上有密集的小斷層 那之前也是採集了一個密集區地質比較不穩這樣子 那景陰湖上暴山大自然的反撲是驚人的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對那個有關台北斷層呢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這邊北部呢 就是我們台北地區的一個斷層的一個分布的概況 那我們的台北斷層呢是一個密斷層 它的位置呢就是從這邊 從東北邊這邊 往西南邊的一個走向這樣子 那它的斷層面呢是東南傾斜 那由北入北海岸的深澳地區 延伸到汐止然後南港 那最後引入到這個台北盆地這邊呢 然後延伸到中河 然後一直到尾巴的形狀斷層 那我們的工程呢 也就是說阿林山車站位置就是在這個紅色框框這邊 那有關就是 這個公園這邊 那我們台北斷層呢 它在新一區 然後自台北 台北那個 這個廣池博愛苑以北偏東70度 這個就是我們台北斷層 這個就是我們台北斷層北面東70度 那一直到這個松德路這邊呢 轉成60度的方向 那主要呢 它的破碎袋呢 是這個裡面深色的 70公尺 那含吃藥破碎袋呢 是總共是170公尺 那國內呢 針對這個台北斷層呢 其實有做過很多的一個相關的分析和研究 那前面三種分析 首先從那個構造分析 台大那個王子民教授指出 台北斷層呢 大地引力因由原先的 東南西北向的擠壓引力 轉為一個伸張引力 也就是說本來是擠壓的一個斷層 現在已經伸張了 那這個台北斷層呢 大概在更新式 也是在10萬年前 大概已經提出活動了 那這個是一個 一個資料分析的一個成果 那再來就是說 在我們中大的那個王錢穎 王教授 他有做一個現場的一個政策 依據淺層 反折射的政策資料研判 台北斷層 並會切磚其上腹的送贊層 推斷2萬年來 斷層應該就是 屬於一個非活動的一個狀態 那再來是地層的一個分析 中央地質調查所的那個 林曹中前所長 整理多項的一個鑽彈資料 發現台北斷層附近的 景美城 並沒有跟那個斷層 有一個相關的落差 那松山繩 也可以做比對 那一般我們的台北斷層 在京美城 城基之後 並沒有在活動 那最後呢 是我們那個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 在民國89年10月 將台北斷層 自活動斷層中移除 所以說 現在台北斷層 它是屬於一個非活動型的一個斷層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 我們本工程的範圍 大致上就是沿著這條 新一路六段 然後 沿著福德街 然後到我們的 R03車站 那一直往北邊 中坡南路到最後尾巴的 這個銅鋼琴這個 工程這邊 那 主要的那個斷層呢 我們套揮在上面 台北斷層在 中間這邊 主要斷層及刺藥破吹袋 那 在我們的R03車站的東北 東北角 可能會遭遇這個刺藥的一個破吹袋 那R03 往那個微軌銅鋼琴這邊 的潛順基因 可能會作樂於 就是會經過這一段 那個台北斷層的主刺藥 那初期呢 初期的那個鑽灘 曾經在這邊 靠近三邊這邊 發生一個油損 那 就是後來在 汽車階段的時候呢 做一些相關的鑽灘顯示 在我們的工區內 並未發現一個 高壓的一個水壓這樣子 那 我們的車站呢 在做連續壁的時候 還有正理開發過程 可能會遭遇到那個 城裡發達的炎程 或者是那個炎池粉碎 而且夾那個 減裂泥 或是減裂腳裂袋的那個破碎袋 那 減頓在鑽絕過程 也可能會遭遇相同的一個狀況 那 本來呢 在民國92年10月21號召開 那個 信義東延縣正設車站的可行性的一個爆發神 檢查會議中 以會的會議的地調所說 賴典張副所長表示 以台北本地的力學性質研判 台北斷層應不具活動性 那中大的李希基教授也表示 中整許多相關文獻的一些調查 台北斷層的活動性應該幾低 那中和情愫 還有斷層對本工程應不具體影響 那但是我們在設計階段 能將斷層的破碎袋的施工影響 納入考量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 這本施工工程的一個 陳述及回覆這樣子 謝謝四星的那個 簡報 那我大概有